小貴有很多財多藝 有看他拍劇中,做演員、主持 做歌手,很多事情都兼顧得到 要你排斥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件事呢? 演員、歌手、主持 我覺得演員是我最想努力 做到讓大家看到的東西 但唱歌又是我的夢想 以前就很想當歌手 主持也是我的興趣 我也很喜歡講話 我也很喜歡掌控全場 想知道的事情 我可以在你身上挖掘到什麼 這也是我的興趣 但如果硬要我選排位的話 我會選演員、歌手、主持 但是我覺得我的粉絲們 應該是反過來的 主持、歌手、演員 對 為甚麼你覺得他們是… 為甚麼我又說國語 為甚麼你會覺得… 為甚麼你會覺得他們會… 會擺主持 因為我最近… 覺得很好笑 很好笑… 我懷念我有主持的時候 很幽默 然後我現在有一個節目 在台灣 我現在有一個節目 然後他們又覺得 終於又可以看到你主持 他們就很喜歡 所以我才會這樣子去斷定 對 但我沒有排的字 我還是蠻喜歡的 我覺得唱廣東歌最好是唱快歌 有一些歌詞 你就是…就過去了這樣 然後就是不會太… 浪哥就不能夠 浪哥一個字一個字來 就是你一點點錯就差很多 所以說… 譬如說頭髮亂了 對 然後極速 我之前有唱過 真正意見的極速 都覺得好像比較簡單一點 但我後來唱了一個 正宗基的《無賴》 對 我覺得就好難 就是一點點錯就差很多這樣 對,但這次一定… 我還是會帶一首就是… 不一定只有一首 就是一些廣東歌 然後我也希望 我在我的話題上面 跟他們有很多的互動上面 是用廣東話 對… 我相信他們應該也會覺得… 反正我廣東話講得不是很好 就笨笨的 他們應該也覺得蠻好玩的 你的廣東話說得笨笨 剛才你們就形容了 但我們也會覺得… 可能香港女生會覺得… 不是,你說廣東話 可能反而就會很可愛 可能也會覺得 台灣男生說不正廣東話可以接受 但不知為何… 可能我們去台灣時 說不正國語 人們就會覺得 為何你的國語那麼爛 會這樣 我懂你的意思 因為你在台灣的話 你講廣東話 你講國語的話 我也不會覺得你講得很爛 我可能也會覺得蠻可愛的 其實你講得蠻好的 但真的… 台灣人幾次都心地很好 沒有,這跟心地沒有關係 真的,你講的普通話 他比我的廣東話講得好太多了 對啊,是真的 但我覺得我既然… 已經算是常常來香港了 是嗎 比起就是到不同城市去 對,比如說新加坡、馬來西亞 或是到很多不同城市去工作 我覺得香港是我最常來的 所以說我真的應該要好好努力地 把廣東話學好 對…可能會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有特別欣賞香港的哪一位歌手 其實有留意嗎 我喜歡陳奕迅 然後其實我也很喜歡黃偉文老師 對,他的詞是… 我真的覺得寫得很棒的 林溪老師 但林溪老師已經合作過了 陳奕迅老師,我覺得… 他對我來說已經是神 神的那個狀態 對 跟張學友一樣是歌神的狀態 所以說我還要再很努力 才有可能可以跟他合作 但就是… 在歌手這條路上面呢 我覺得其實跟… 更多的創作者合作 會是… 一個很棒的磨練 因為如果可以跟… 比如說像… 超有感 我是跟林溪老師合作 那林溪老師的詞就會影響到我 原來可以這樣寫 原來可以有這樣的思維 有這樣的邏輯 他就影響到我後來寫的東西 然後… 我就可以在他身上學習到很多東西 所以說跟不同的音樂人合作 我覺得就會讓我有進步的空間 嗯 我會跳出來